欢迎继续收看相关心得愤的婚林新闻 哪来向婚索演买党在今年十一过发行火灾 造成六台婚索车、主管回收车被收起 在宽保署的保障以及婚林管理政府的协助之下 哪来请结束 新增加两台婚索车以及三台主管回收车 将进行严收交车 希望新的设备可以让年前的婚索情文组业更加顺利 哪来向的婚索演买党在今年因为人为首席来发行火灾 造成向来的六台婚索车、主管回收车来收派 这次在婚保署以及婚林管理政府的协助之下 要将来进行两台专心的婚索车以及三台主管回收车 两部垃圾车、三部资源回收车 那环保署这边用专案的方式来全力的来协助 让整个面对整个即将年关将近 让整个垃圾清运路线跟动线完全无欲 那真的也要麻烦这所有的乡亲 垃圾分类我们确实把它做到位 才不会去辜负到我们环保署 还有我们地方政府大家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来争取之下 这些好的成绩 孔保署表示哪里方在过期 无关是本所减量、合作是主案回收也都有到很好的成功 他今天也严收高车 公司在这一后 亚中可以来进加五台专心的本所车、主案回收车 希望未来可以让地方的本所亲吻作业进加顺利进行 今天来林内最主要是来支持林内乡长 他过去从垃圾减量等等都做得很不错 然后当然之前发生不幸的事件 我们是希望说很快的能够把这些车辆资源给他们 在这一次的预送我们大概有1200万 三台资源回收车、两台垃圾车 然后这样子的话大概应该足够 他们在平常林内的一个垃圾清运的工作 春不几天的时间就准备过年了 若来向情结队也来表示 为了配合民众拼手的总控 本所车也中在2月10号、少年一月 以及2月11号、过年暗时也都会继续作业 然后就会开始效果 一直到齿五台会回合 也请民众多多来配合 林内乡公所的话在除夕当天的话 我们还是会加开垃圾收运 就是有分为上午时段跟下午时段 那初一跟初四的话 我们就是会暂停收运垃圾 那初五的话我们就会恢复 正常的收运 我们小年夜当天的话 还是一样会正常收运垃圾 所以民众可以利用小年夜 或者是除夕当天 然后把家里面的一些垃圾 或者是资源回收物确实分类好 然后再提交给我们垃圾车 无关系本所分率 合作是本所減量 如果来香港在过期 都会有到很好的心致 相信这次有新车量的家致 一定能让台湾的本所 请问作业 进到顺利进行 记者同意参加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